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筛选里面 筛选这个地方是数字筛选 如果是建档日期的话,你会发现日期筛选 那假设啦,这边一堆的筛选条 如果你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条件的话,很简单 请你就利用录制聚齐 做一遍,把它录下来 再去观察一下它里面的变化 你会发现一定会有AutoField 一定会有哪一些 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 我只是说它录下来的东西太繁琐了 那我们如果你写过预约程式 你就知道哪些要哪些不要 你就把不要的部分去掉 你要的部分再把它放到你的程式里面 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哦 所以以后假设有些程式 你都没有教到,怎么办 自己录录看吧 不可能说每个地方我都聚齐 也许我举的例子是介余,比较常用 如果你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的是这一季或上一季好了 那你怎么办? 你就录一下吧 然后看一下里面哪些要点 就都会有答案了 所以我觉得AutoField 它有个好处 就是它有个录制聚集 其他的语言 没有 几乎就没有录制聚集这种东西 所以如果其他语言 你没有的话怎么办? 自己去查 去K官方的说明 都英文的 所以以前我们都是聚集去K 没办法 OK 我觉得这个录制聚集 它提供了一个还蛮便利的方式 就是如果没有答案没关系 你就录一下 但是你要慢慢自己去揣摩 就是你要看懂录下的东西的重点在哪里 它一定录 它有先是垃圾 就真的 像我就把垃圾先砍掉 留下你要的部分 如果你直接都慢慢看得懂 我跟你讲 你就比较懂得说如何把聚集变成VBA的过程 那你以后说真的 很多程式你就很快可以写得出来 真的说真的 仿天书籍也不会跟你特别讲这些东西 因为我觉得仿天 我建议跟各位讲 这有那种录制聚集的那种书籍 他就把所有他录下的东西把它放在书本里面 这叫什么? 哇,真的是 这样也可以出一本书 我都觉得这太厉害了 而且还卖得不错 这才更厉害 他就把那个录下来 我一看 你怎么把垃圾放在书本里面一堆 而且还很多页 才厉害 而且销量还蛮好的 OK 我们的重点是说 你要真的把不要的部分去掉 看懂 那个VBA里面的重点 那才是 这个比较重要的部分 OK 所以跟各位讲 再来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 说这个是日期 因为这个日期筛选 如果这个的话一定是刚刚讲过数字 如果是文字的话 这边一定是文字筛选 所以理论上 这个筛选大概就把它分成 总共应该有三种类型 不过就我来看 其实那个日期 其实跟数字还蛮接近的 因为日期本身就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用起来其实差不多接近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举两个例子 所以这边后面总共还有三个按钮 一个是筛选总价 主要是 主要是针对数字方面的筛选 OK 那还有筛选建档日期 所以针对日期部分 然后还有呢 如果我今天要筛选的是 业务和产业别 两个栏位的筛选 或者甚至你要第三个栏位 第四栏位都可以啦 或者说你要多栏位的多条件 对不对也可以啦 这延伸性很蛮大的 反正你自己再去串 OK 主要是了解那个概念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 做完我想剩下的就是你要去实做了 残余系统真的可以千变万化 我可以做出 反正只要现在data来 然后你就可以很快套用了 那回去建议 你就是刚开始也许程式不熟没关系 你就会把这个当范本 然后多套用 多套用 然后多去修改改改改改 改完之后慢慢自己会写的话 自己再重新撰写 比较适合你的写法也OK 没有问题 以后的话你会发现 哇你身边你要查资料 查询系统对你来说都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再来的话呢 除了Excel本身提供的资料 我们未来可以从外部 比如说从网路捞资料 或者从一些档案 或者从资料库 反正都来的资料 也可以快速的做查询系统 做法 待会会看 另外的话还有 也许就衍生上一周讲的 枢纽分析表 也可以跟筛选这个部分做搭配 反正方法很多 有些实际上是我的一些经验分享 然后可以往坊间也不见得会有这些东西 我只是想说我试了 我觉得有一些新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首先接下来看一下 筛选总价 总价的话当然先小的 比如说我希望查 总价是在一万块到十万块 各十百千万 十万 OK按个确定 这时候的话你会发现 就会自动帮我筛选一个 什么东西呢 你会发现它要跳回来 这边要多一个什么 介于我第一个输入的 第一个输入我是x 第二个的话 因为要两个嘛 所以我会给它另外一个变数叫y 所以一个是x一个y 然后呢 将来的名称 我就取一个名称叫介于 这个x与y之间的值 给它一个名称 那这个部分该怎么做 其实也是从刚刚的程式写出来 来做修改 那哪些地方做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我是把刚刚筛选的程式拿过来改而已 只是把它改成所谓的筛选总价 我就先不要传参数了 OK 就是说呢 把筛选业务拿来做修改 里面的话一样有RE 一样会跳回来 因为它如果没有输入的话 一样要防呆 那只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第一个 我们原来是x 是只有一个x 那现在的话 因为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小 就是第二个条件 所以给它一个叫y 所以第一个 我就是直接拿筛选业务来做修改 多一个条件 底下的都一样 无填满也是 这个无条件也是一样 无填满 然后呢 会有不一样的第二个地方 就是新增工作表的name 有没有 本来是直接的 那个name就是用x 有没有 这边的话呢 因为我要是介于x与y 其实如果更完整 应该再多一个之间好了 不过我觉得好像不用 反正介于x与y就好了 那个名称反正自己取 OK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修改的地方 那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修改的地方 最最最最最最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呢 这个 这个 AutoField 后面的这个条件 那各位请看一下 后面的话 因为呢 总价是在哪一栏呢 在 H 应该是第八 所以呢 我们后面的这个 栏位 第一个 Field 如果我刚刚讲过 这个地方 空一格 如果没出现的话 我刚刚讲过 你一定要把这个 把这个 should 1 如果你加在这个 它在AutoField 后面的条件呢 就不会出现 你空白一键按一下 等会就出现了 不过记得 你到should 1 点 那个一定要加 不然你没加的话就完蛋了 将来成就错了 那你会发现 第一个条件是 Field 哪一栏 按顺序嘛 所以是8 有没有 痘点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 第二个条件是 我x的话是 假设1万 那如果你现在直接放 这个x的话 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 它一定要 一定要加一个大于 或小于 所以一定要什么 前面加一个什么 大于 等于 等于 的叙述 所以这个前面加一个 然后后面第三个 它会问你说 那你的那个operator 有没有 这边痘点 operator 你的那个 这个查询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 是连期还是交期 所以其实基本上 它跳一堆 有没有 我理论上最常用到是 xl end 或xlo end 是两个都要为true 它才会true 那xlo 我就是其中两个有为true 那就帮我把资料掉出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用什么 xlo end 然后呢 痘点 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 criteria 的2 意思是哪个 条件2 那就放 小于 等于 y ok 所以这边说 关键的地方来了 那我要怎么样在 这个 x前面加上 大于等于 特别需要 这个做法 这很容易做错 这个 它的叙述方法 记得呢 一定要把它写成这样子 大于等于end x 后面的话 一定要小于等于y 写法的话 我跟大家讲 放这边 记得 把它当字串一样 先加一个字串 然后 空一格end 空一格x 前面的话 记得 小于等于 y 这样子的话 就大功告成 这个是 虽然没什么 但是很重要 前次之后 不要写错 现在就是多条件 理论上 基本上 我印象中 只有款式有1跟2而已 怕它没有3 所以如果你还有第三个条件 那可能就是你还要再查完 再查询 ok 它就没办法查那么复杂 大家会有一些限制 好 那其他哪一些地方 基本上 大致上 就都一样 底下的部分都一样 所以 我们大概把重点回顾一下 有哪些地方 是跟之前不一样的 1 就是 多一个y 2 2 就是名称部分 介余 3 就是 我们的这个地方 一定是哪一个栏位 然后一定要是大于等于 x and 然后小于等于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 帮我们把那个数字的介余把它完成 如果你想说 那老师如果这样不要是介余的话 我要大于 大于就很简单 就是一个条件 那小于也是一个条件 ok 就不用两个 只有介余要了 其他的话还有呢 日期部分的话 其实建长日期差不多 比如说我今天呢 要找什么呢 2018 假设 我要找那个2008年的1月 1月份的资料 所以就从2008的1月1号 到2008的1月31日 帮我把这些资料呢 通通都把它筛出来 Enter一下 出来了 这边 ok 你会拍到 1月份的资料 全部都筛出来 那你会发现哪边有不一样 其实跟各位讲 建长日期跟刚刚那个筛选总价 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也一样要一个Y 然后呢 最大的不一样 其实只有一个地方 这个也一样 有没有 这个变成也是一个 只是蓝数不一样 但大于等于X XL and 小于等于Y 这个一模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 有没有 特别是哦 就这里 诶 你要说这地方哪一个地方 特别是哦 因为我们是用斜线 那那个2008斜线1月1号 斜线 那那个斜线 对于工作表名称来说 这个是不合法的一个字元 也就是你那个工作表上面 不能用斜线当名称 有没有 各位我们要特别注意 就这个地方 如果我把它改成什么 斜线 你会发现 连打都不给我打 出入这个斜线 连打都不能打 也在这个地方 你要加个斜线 没有办法 OK 所以哦 我们如果不能加斜线的话 那怎么办 所以我想了一个方法 因为哦 在那个命名的部分 只有一个符号是万用 是安全的 就是底线 OK 不然的话你可能要改成0 你改0 好像也010 你也又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想个办法 干脆哦 把那个斜线 取代成底线 然后再把它放到明 所以哦 比如说取代 所以哦 那个日期 比较重要 其实它跟总价是几乎一模一样 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 就是把斜线取代成底线 诶?那取代要怎么取代 这不是叫取代吗 顾名是VPA里面有个函数叫replace replace就取代 所以我的写法 在云端上其实也有了 就是 我们就是把什么 把VPA.replace 然后呢 把什么呢 把这一串 什么呢 本来我要丢到 X里面的东西 先放在replace的后面 有没有 这一串哦 介于X 与Y 这个X跟Y都两个日期 空一格之后 第二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就是 其实你就站站站站站 逗点 不过他 也会提示啊 你就跟他讲说 帮我把这个斜线 逗点 取代成什么呢 取代成这个底线 underline OK 然后后刮我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但是特别注意 前面要用一个变数去接这个取代完的结果 他就会把这个取代完的结果放S 然后再把S的结果呢 放给这个name 这样子的话呢 就不会造成那个因为斜线而造成那个程式的bug OK 应该可以理解了 所以一次讲两个按钮 一个是筛选总价 一个是筛选日期 那日期比较麻烦 就那个斜线 其他都一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城市部分应该云端上也有了 在第几页 如何筛选日期 然后如何筛选数字 位置是在第八页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OK 切一下 不停 谢谢 save 这个 这段 什么 huge